这里是小白独裁经本期我们来看 重要信号CPI和PPI双双回落 2021年加息基本无望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物价数据显示 2021年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1.1% 环比下降0.4% 而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0.5% 2021年6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8.8% 环比上涨0.3% 工业生产者构定价格同比上涨13.1% 环比上涨0.8% 可见PPI见顶了 而CPI则是放缓了 CPI和PPI是两个最重要的物价指标 前者反映了生活用品的价格情况 用普通人生活最为密切 你去买菜 礼发 买衣服 租房 乘车等价格变化 都会反映在CPI里面 我们经常说一个人得先要生存才有生活 而CPI就是衣食用住等基本生活成本的反应 可以说CPI是最低保障 央行非常关注CPI的指标 CPI涨跌往往是能够作为加息降息 升准降准的重要参考依据的 当CPI高的时候 央行往往会加息或者升值 当CPI低的时候 央行往往会降息或者降准 而PPI则是生产价格指数 PPI过低可能说明企业经营活动低迷 经济下行压力大 而PPI过高 意味着企业原材料成本上升 利润变薄 对经济也会带来负面影响 此外PPI价格持续上涨 也会带动CPI上涨 造成整体的物价上升 近期物价最明显的特征是 PPI快速走高 CPI低位回升 今年5月份 国内PPI同比上涨9% 创12年来新高 PPI的走高主要就是大宗商品贡献的 今年6月份黑色金属材料类价格上涨27.7% 油色金属材料以及电线类价格上涨26.8% 燃料动力类价格上涨22.8% 化工原料类价格上涨17.1%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我国带来的影响有几个 第一就是原材料价格上涨成本增加 企业经营压力大 6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8.8% 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则同比上涨13.1% 原材料更贵而生产品便宜企业压力就很大 第二就是大宗商品涨价潮可能会引入输入性通胀风险 对此近一段时间监管层通过关税调节 约谈喊话等方式抑制大宗商品上涨 近期更是预期可能加息来抑制涨价 不过近期国家却意外的降准了 7月9号央行决定于2021年7月15号 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此次降准是全面降准 释放长期资金约1万亿 全面降准的来临确实让人意外 但6月份的物价数据出炉之后 很多事情也解释得通了 第一就是经过前期采取的政策举措 大宗商品上涨已经得到明显意志 PPI同比涨幅出现了见顶的迹象 第二就是CPI仍然是低位 而且6月份同比和环比还出现了回落 今年国家对于CPI的控制目标是3% 这给降准留出了空间 6月份的通胀数据以及近期的降准 可能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 今年下半年国内几乎不可能加息了 这对于股市楼市带来利好 但是房地产全面收紧之下 这个利好对于楼市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我是小白独裁经 关注我 你的财富会升值